李鴻君 委員 接著請李鴻君委員質詢 巡大時間為三十分鐘 謝謝主席 主席有請院長跟部長 請蘇院長 交通部林部長 委員長 委員 您好 今天是針對交通部分在做質詢 本期在這個地方 特別是針對整體我們國內長期以來交通的問題做一個盤整 其實長期以來在市政總質詢 其實有很多都有提過 不過蘇院長有這樣子的強烈的執行力的一個信心 那我們也期待能夠對政下擾找出問題 其實最近我們看到酒駕的問題也好 吵得沸沸洋洋也好 其實真正我們台灣的交通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那我們要怎麼樣子針對什麼樣的問題來解決 我們看到酒駕的問題那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而已 我們常常講到大家希望有一個安全回家的路 希望能夠平平安安快快樂樂樂的回到家 這個都是大家全民所期待的 可是你要去統治統劇統統就是統合一個大數據 我們來觀看的話 我們簡單來講究竟交通的事故 所造成的傷亡 是戰爭比較人會比較多還是天災比較多 我們可以簡單來看從823炮戰就好 823炮戰我們經過的統計是 軍人的死亡是439人 受傷是1911人 死亡的百姓是80人 受傷是221人 九二大地震是造成了2415人死亡 包含失蹤 那重傷的將近1441人 那可是我們台灣從2014年以後 我們每年的車禍車禍 車禍所造成的受傷人數突破40萬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數字 從這數字裡面我們要反應什麼 從這數字裡面我們要反應的 不只是只有人而已 還有包括經濟 我們來簡單來看 從運援所 2010年我們運援所的調查 就是台灣發生219651件的車禍 造成了2047人失去生命 29萬3000多人受傷 那社會增加的社會損失 這是運援所所統計出來的 3817億 這個是造成 這個是佔我們當年的GDP的2.8% 2013年 大概社會的損失 將近達到4700多億 我們簡單來講 我們台灣每年 光交通事故 所造成的社會的成本 就是一條高鐵 就是我們的GDP2到3% 那我們極端的來講 如果都沒有交通事故的話 我們一年就省下了4000多億 等於是我們提升了GDP2到3% 這是一個極端性的來講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雖然是不可能 我們是如何來大幅的降低 我們的交通事故 這個就是我們身為執政者 這是要給百姓一個安全的一個道路 一個安全回家的路 這個就是我們要做的對不對 對 那我們再來看 這個是從民國91年 從民國92年到106年 這個是交通事故的事件 這是逐年的上升 從我們看到的 這個事件將近 從12萬到將近快30萬 那死亡的人數呢 特別是在103年 這是高峰期 將近受傷的是41萬 受傷是41萬 那從這個數字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呈現的就是說 這10年來 我們的成長 交通的事故的成長 將近是2到3倍 這個數字就非常的明顯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說 為什麼死亡人數 這個地方 這還維持住 維持住這個樣子 其實並不是 我們的事故交通把它降低 而是我們的醫療的水準升高 而是我們的車子的防撞設備 增加性能好 這是重要的概念 那我們針對這一些的問題 看到了這一些的數字 這個才是我們覺得要 真正要如何來解決 當前我們台灣的交通的亂象 這就是一定 這就是我們要路歷的地方 對不對 五點 這個就是我們把數字 大數據翻出來看 然後看到問題 要怎麼來改過這個問題 要怎麼改過這個問題 我們就要從細部來看 那這一些的問題裡面 究竟它最多的發生的地方 是什麼地方 當然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將近2.5倍 我們現在來看世界各國 別的國家 我們來看別的國家 根據WHO公布的 現在平均每十萬人的交通事故 三十天內死亡的 我們台灣 十三點四七 如果跟這個世界 世界這些先進國家比起來 我們只輸俄羅斯而已 這不是你競爭的 這個是 看起來這個數字 是非常可怕的一個數字 我們是超過日本的3.3倍 香港的7.4倍 大陸的3.1倍 英國的4.8倍 人可以降到那麼低的狀態下 我們為什麼還是這麼高的一個比例 為什麼我們還是這麼高的一個比例 這就是我們要去檢討 我們看數據 看問題 然後來看到這個問題 那這問題裡面 那我們怎麼說 因為 我們要看到的就是說 公共運輸 儘量讓大家能夠使用公共運輸 這是我們大家要共同要努力的 那公共運輸 公共運輸的系統 是如何來加強 可是公共運輸的 要如何來加強的時候 我們交通部的 針對機車的使用族 我們機車將近一千多萬輛 那這些機車族做了一個調查 顯示71%的機車使用者 無論政府實施任何管理 都不會改用公共運輸 那顯示什麼 顯示我們目前打造的公共運輸 沒有辦法讓機車族認同 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問題 然後公共運輸的使用率 我們民國98年才16.3% 到105年也才18.2% 你看人家的日本、香港、新加坡的公共運輸 百分之八十五 問題是在哪裡 我們大家看到了現在包括任何的委員 包括任何的人在質詢 在提的是說我這個地方要捷運 我這個地方要高鐵 我這個地方要怎麼 可是 我們的公共運輸的使用率 居然是這麼低 我們的交通部 一年編了多少錢 來宣導 部長你知道嗎 我們一年編多少來宣導 大家盡量的使用公共運輸 一年編多少你知道嗎 一年編兩億 兩億多 可是 這個數字永遠上不來 我們可以看 從整個我們台灣 我們全國各地 公共運輸從98年到105年的使用率 只有台北市跟基隆跟新北市 還差不多有三到四成而已 其他的地方 有的地方連10%都不到 那當然 你說有些地方 他其實他的捷運也好 公共運輸的發達性其實也不夠 這也是屬性 這個地方 新北 台北 基隆 這個地方因為是大都會區 所以他的使用率相對會比較高一點 這就是我們要看到的整個通盤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要通盤的問題 所以 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把它點出來 我們的交通事故 我們一年 所造成的社會成本 將近快五千億 我們一年 我們造成的交通事故 受傷的人 有這麼樣的龐大的一個數字 那我們現在身為一個政府的機構 我們到底看到了這些數字 看到了這些數據 我們是要安裝給台灣 我們這裡的背景 能夠有一個真正好的一個交通環境 你長 部長 這就是我們要努力的地方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才行 委員 你這真的有說服力 你這也很專業 你這很用功 所以你用這些數字 跟這些問題 點出來更重要 真的車禍的死亡 或者傷亡 最不值得 你剛才四五千億 還只是有形的成本 那個情緒的 那個受傷的心理的 那個症候局更大 所以確實如何防止 降低 尤其台灣這麼高 沒有意思嘛 大家知識水準都很高 為什麼還這個樣子 所以 對交通法令 交通管理 我們要加強 第二 你剛才提出 其實增加公共運輸的承載量 這個也是應該 那之所以還沒有那麼高 主要我們那個公共運輸 還有要努力的空間 越密 越方便 使用率就會越高 第三 就是 有關 我們怎麼樣子來 讓 大家遵守法令 台灣 真的在使用 道路 無論哪一種載具 都不太守交通法令 交通工程 交通法令 交通道德 都必須同步加強 現在院長講到 其中的重點裡面的幾個環節 我給院長跟部長提 我們當然是抽絲撥錢的 一個一個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 那我們的駕駛的行為 駕駛的行為 首先在於哪裡 在於你 首先你要拿到駕照 你要拿到駕照 我們台灣的駕駛 到底是好拿還是不好拿 那我拿到駕照 我新手上路 我要到什麼程度 我才叫做真正熟悉 然後再來駕駛的道德行為 我的理浪行人 其實 我們來看 當然我們講三寶 是比較不好聽 可是 我們的駕照 如果跟日本來比 日本的機車的駕照 要扣十五個才扣得到 那英國 全世界是最壞扣的國家 有的人扣一輩子也扣不上 德國呢 德國呢 五次 每個人只有五次考照的機會 萬一三次沒有通過 還得接受自力測驗跟心理評估 其實當然你把重點放在這裡也不一定是對 可是我們究竟我們現在的我們可以上路的駕駛的駕照 是不是第一 我們是不是要來再通盤的再來好好的細部的來檢討 為什麼事故會這麼多 那這個只是在駕照的一個環節 我們來看下面的喔 其實 來看我們下一張 其實喔 我們的機車 就已經高達 機車造勢率就高達二十二萬次 二十二萬次這就很高了 差不多已經佔了將近百分之五十六了 剛剛那個數字裡面的百分之五十六 那機車的傷亡有百分之十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自衰 這喔 我十六年前喔 十六年前我就開了一個公廳會 我就提醒政府 說我們的斑馬線的規劃設計 其實有問題 他的 細數 打滑 那個止滑細數不夠 因為他是用熱溶膠 尤其是台灣濕度又高 尤其是機車 斑馬線在這裡 斑馬線一定都是轉彎或是什麼樣子 那個 摩擦細數 那個太高的時候 一下子就打滑就粗多了 這個是長線的問題 這是日本的喔 這是用噴射室的 這是我們的 你看他的止滑細數就不一樣了 這個只是一個一個案例啦 那 這個已經講了十六年 那我們政府有沒有做 有 到去年七月才開始 把他的止滑細數 從大概四十五的 四十五的這個BPM 拉高到五十 這樣是會通 坦白說 只是局部的測試而已 而且還是在大都會 而且不是全國性 而且不是全國性 然後我們再來看喔 巴馬線的死角 我們常常看到喔 行人在穿越馬路的時候 我們這台車如果開過去的話 看到的死角 其實這個地方就是一個死角 看到這邊來 人會從這邊過來 這個就是一個轉彎死角 我們台灣發生車禍 最高的機率 在入口 這個也將近佔了六成到七成 差不多百分之六七十 光 光這八天前 這八天 光這上個月 光這上個月 在台北 台北就發生了八件事件 死了三個人 都是什麼 都是這個問題 都是在這種問題上面 所以我們的斑馬線 除了指滑之外 我們的斑馬線的設計 是不是有問題 這也是我們要檢討的 這個都是單一面 可是我們必須要通盤全面的來看 我們來看 英國的斑馬線 這是英國的 他們斑馬線怎麼設計 他是 這個地方 第一 他就沒有 沒有所謂這麼粗的 就不會去滑倒的問題 第二個 他有一個轉折 這是一個轉折 這是一個空間 就沒有他的所謂的死角問題 就沒有他的死角問題 這個就可以避開我們的死角問題 當然死角問題 我們交通部也有看到問題 我們交通部也花了將近八千多萬來補助大客車 就是所謂的A柱跟死角問題 補助大客車 他的一個那個 可以看得到那個死角 不過你要知道 我們全國有二十幾萬台 二十幾萬台的大客車 二十幾萬 八千多萬是可以補十幾台 所以這個問題是存在的 所以斑馬線的檢討 是我們也必須要看到的一個問題 你要看冰島 這看起來是多麼的醒目 這只是一個例子 一個例子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庇護島 就是Z字型的斑馬線 這就是一個Z字型的斑馬線 這樣來自然就可以避開 很多我們的該有的斑馬線 最常發生的事故的地方 議長 補長 怎麼看 是 其實我想 這個道路交通安全 涉及到人車跟道路 九成都是人的問題 那在解決這個交通事故 當然兩方面 一方面是基礎建設 尤其是軌道 還有這個大眾運輸系統 包括公車 另外一個就是交通管理的手段 其實類似這些 包括所有的這些標線 抗滑 還有所有的這些耗制 怎麼樣能夠真正 做到智慧交通 現在台灣的問題 我們有龐大的大數據 那怎麼樣針對發生事故 來分門別類 然後對症下藥 也就是我在上任之後 強調人本交通 跟智慧運輸 那以這個方向來做 其實我們已經有足夠的大數據 比如我以前過去 在台中市的經驗 我們的抗爬標線就是 全國第一個提升到65 確實有效 比較前後 另外像公車進入到校園 尤其是電動車 大幅的減少了出入校園 學生他們的一個死傷的事件跟人數 那所有的這一些管理手段 都是需要建立在龐大的數據 我們有很多監視器 現在連很多交通事故 都可以用無人機 所以我們還是要長期來走 還是要大眾運輸系統的基礎建設 以及管理手段 另外一個就是用智慧運輸 來進行人本交通的有效管理 這個簡單講 部長也有講到 某個程度的核心的問題 簡單講就是 部長說的就是 這個數字 絕對是一個 我們看到的 就是所謂的大數據 然後從這些問題 找出問題 看出問題 我們來解決問題 我跟委員報告 我在 就上週親自主持 剛好 行政院 頒的這個道路 交通秩序 與交通安全改善方案 這個是108年到111年 我就是非常重視 安全 效率 品質跟綠色 那麼安全放第一位 所以我們會 設定目標 那麼 找到有效的方法 來降低剛剛的車禍發生數 跟這個可能的傷亡人數 我今天就是 跟醫療部長 我只是把問題講出來 然後解決的方案 這個是要大家 要非常專業的 去把 去共同去想出的方法 簡單來講 如何讓我們的百姓 能夠能夠去做 搭乘公共運輸 其實我很早我就在講 那你公共運輸 一開始規劃就是錯誤 我們的捷運 捷運的腳踏車的停車的地方 從以前開始就沒有在規劃 剛開始在做捷運的時候 我做立委的頭一天我就 一直拿去 我們的特別是台北市 台北市的捷運站 旁邊完全都沒有規劃出 設計出腳踏車的一個停車的地方 你要讓百姓自己能夠從家出發 是騎腳踏車 騎到了捷運站 放腳踏車放在捷運站去搭捷運 這樣子讓整個的公共運輸裡面的使用率可以拉高 我們現在我們的捷運站裡面 結果是U-bike U-bike就是10台 20台 你去看國國 你看日本就好了 保長 保長 日本的腳踏車 捷運站旁邊的腳踏車 那都是差不多有10千台的 這個就是我們一開始 我們就點到問題 可是沒有辦法去針對問題 去解決問題 現在講大眾運輸 大眾運輸 再來看一個數字 大眾運輸 我們台鐵 63萬人次 高鐵 一天 17.5萬人次 北捷 202萬次 高捷 陶捷 總共加起來 我們僅僅11.5億人次 這是非常龐大的一個數字 這麼龐大的一個數字的時候 我們最近前一陣子看到普悠瑪的問題 普悠瑪的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行政院 要成立運輸安全委員會 是不是這樣 這個是由立法院要制定這個 要通過這個條例 我自己是支持的 那我現在跟你講 現在我們的道路 軌道的安全的核查的機制 是分兩層 一個是業主自主管理 一個是主管機關 對於這個安全的查核機制 其實我們來講 簡單長期來講 鐵路法四十一條 四十四條 其實就在這個規定裡面來講的話 一年才檢查一次 那軌道的監理機制 一年檢查一次 所謂的臨檢 臨時檢查一個月不到一次 我們台灣一年 有十一點五億人次 軌道運輸 平均每天有將近三百萬人左右 這一年檢查不到一次 問題處理這裡 民航局 民航局 他有去固定定期的去抽查 這是外部檢查 針對民航所有的民航公司做檢查 那我們的軌道運輸 有這麼樣的一個龐大 所以這個問題 所以在這一次 既然看到了普悠瑪事件 要成立了運輸安全委員會的話 其實在這個機核機制裡面 我們就趕快要去把它叮叮 特別是在我們的鐵道 鐵道局的一個整定 你看他的以前長期以來 我們的臨時檢查表 就這麼簡簡單單而已 來再來 因為時間上我們盡量快一點 如果我們的外部的核查機制 能夠更嚴謹的話 其實這一次普悠瑪事件 不會那麼輕易的就發生 所以這個就是防範於未來 所以你看民航局民航法五十七條的查核員 他的查核頻率是一個禮拜兩次 一個禮拜兩次 那我國的軌道運輸 有十一億的人次 我們更應該要建立什麼 建立主管機關加強查核的機制 這才是我們要看的 我們有過這樣的教訓 我們更應該是要這方面 更要去從他更有細部的來處理 日本的國土交通 交通局他就設置了安全 安全監理官 他就負責什麼 負責鐵道運行計畫 相關的事故 設所謂的鐵道安全監察室 跟事故對策室 事故對策室 事故對策室是發生的事故的對策 鐵道安全監察室 事後再來 我們事前就要成立這個 所以我今天提醒院長 提醒部長 我們如果要成立運安會的時候 一定要把這個外部結合機制 要把它嚴謹的訂定進去 特別是對我們的軌道運輸 讓我拜託一下 拜託聽下去下去 安議長 好 好嗎 好 是不是我跟委員補充一下 有關於從非安會到運安會 確實反應 我們先前過去幾次大的這個 航空事故才成立非安會 可是四大塊少了另外三塊 也就是我們講的陸海空裡面 陸的這個鐵道跟這個公路王 我要跟補充說的 公路王這個我都了解 這個只是事故調查 是 你事故調查這個都OK嘛 我現在說的是監察機制 核查機制 現在我們的鐵路局 高鐵局 它有啊不是沒有啊 它是自己裡面檢查自己嘛 那運安會是從外面來抽查嘛 民航局 也是從外面來檢查各個航空公司嘛 是 這樣你有沒有了解嗎 對這個我們講這個 日本 歐洲的國家都採取這樣的一個外部檢查 好不好 再來這個 從你剛剛這樣子提的就是說 其實 我們現在喔 來看下面 交通 交通還是 真正的還是要從專業角度來看 這一次的過年喔 其實是看到的是什麼 其實我們還是照樣的堵車 最主要的問題是在於 因為 華航的機制的罷工 這新聞淡化掉很多 其實堵車還是堵 那我們剛剛講 部長也講 我們要用大數據來看問題 以前賀成蛋在做部長的時候 到底 廉價的時候 夜間 要不要鼓勵人民 夜間上路 當初賀成部長的說法是 夜間上路 開車危險 所以必須要用大數據來整合 做出一個統計 可是賀成部長 開始 到賀成部長 下台 到現在 這個數據在哪裡 我看不到 今天我們簡單來講就是說 你 如何來防止 我們的整個的一個 廉價的一個堵車的問題 當然分流是它的最基本的概念 你要分流 分流的方法很多 我們有ETC 那ETC本來就是整合數字 最容易最快的一個方法 那這些數字裡面 我們剛剛講 把這些數字都把這些問題 哪個地方最容易堵車 都知道 那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不是說 我今天 我夜間 鼓勵大家 我現在ETC免收費 大家晚上去塞車 大家晚上去塞車 那究竟 晚上開車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真的分流到 或者是說更嚴格一點 你哪個時段 你是單號 車牌單號的開 哪個時段 你是車牌雙號的開 當然這也會造起民怨 可是在民怨的狀態下的時候 堵車也是一個民怨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很專業的方式 來看到問題解決問題 我跟委員師回應一下 大數據的運用 比如說四天連假的第四天 我們延長免收費到早上十點 以我們元旦二二八到現在春節第三次 都準備這樣來實施 我們前兩次的經驗 有增加了5%的運量 再免收費時間 因此也就紓解了前一天的下午到晚上 以及第四天收假日的十點以後 我現在要跟部長說的就是這個我都清楚 我只是要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前面的晚間開車的時候 對安全上的問題 所以把這些數據都把它整合出來 用數字來讓百姓了解 用數據讓百姓了解 然後怎麼樣來分流 怎麼樣子來特別是阻塞的地方 如何來分流 這就是我們看問題解決問題 以夜間零到五點 我們實施來就是增加了一倍的車流 也因此分流了日間其他時間 另外我想委員更重要的是地方道路 以及我們的這個省道也好 快速道路的分流 所以我們的APP 其實主要在分流 國道的 它的地方的替代道路 這個產生效果也是相當顯著 當然車一直增加 以國道五號來講 未來車子越多 我們還是要有些根本的方法 我再講一個重點 現在我們的陶基 陶基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說 第三行銷第三跑道 真的是有夠慢的慢 我們看看3月9號 我們看到我們的跑道 又出了破洞的問題 保長姐你知道嗎 是知道 我們昨天還請次長特別到陶基 跟他們檢視 我們看到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真正的核心的問題 是我們現在台灣最急的是什麼 最特別是第三跑道 對 這樣說有夠久了 結果第三跑道本來已經規劃的地方 又往北移 現在說徵收土地遙遙無期 我們第三跑道到底要哪時候才能完工啊 看不到啊 那你現在光兩個跑道輪流在破洞 輪流在破損 這喔 今天真正正台灣現在桃園機場 這是國家的門面 最急的第一優先 第三跑道 再來才是第三行下 再來才是所謂的什麼 航空城什麼的 航空城也 我後面本來要講時間也不夠 早就已經落後人家太多了 趕快把第三跑道做出來 現在既有的空軍的地方 本來就有一條空軍跑道 為什麼不去把它銜接起來 那條空軍不利用了嘛 用的也不多嘛 我看不懂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們來點擊 會不會 會不會 用手 沒有 在這裡 就想走 趁快 好 我記得